接下来再做一些练习 这题复选 这题除了钉 这个要拿我们的安培右手比一比 才知道尖端是不是N之外 其他的都算是实验的注意事项 或者是简单的基本概念 这里有几个叙述是对的 他复选所以至少会有两个答案 至少会有两个答案 谁是对的 甲乙对 乙丙对 丙丁对 甲丁对 谁是对的 各位觉得咧 甲会对吗 都错都错 丙丁是对的很好 如果你一开始就能够吸铁粉 就表示一开始就有磁力 不通电就有磁力 所以怎么会证明电流磁效应 所以甲就是错的 透明塑胶带的原因是为了要能够绝缘 不是要防生锈 那个实验的时间很短 他也不会生锈了 他也不会生锈 所以乙是错的 是错的 然后有软铁棒的时候 我们这个铁钉软铁棒 他就会被磁化 那就会有两个磁场 一个是电流的磁场 一个是软铁棒铁钉的磁场 所以磁力会增强 所以呢 丙是对的 安培右手要比一下 这个图上面 面对我电流朝下 所以像图这样子握着 大拇指在右边 所以右边是N级 就是尖端是N级 所以呢 钉是对的 所以我们答案选了叫做丙钉 OK 下一题 他问你 这个是碳粉盒的题目 很简单 我们上课教过了 碳粉盒比较紧密 电阻会大还是小 电阻如果大还是小 那电流会大还是小 然后我们这个前面讲过 这应该是哪个答案 比较紧密 比较有接触 电阻应该比较怎样 电阻应该比较小 所以电流会比较大 所以答案应该要选的是 A 这个是上课跟你讲过 那个碳粉盒 考试会考的题目 被压在比较紧密接触中 容易传送电流 就表示电阻比较小 那么电流会比较大 所以答案是A 最后这一题 就是我说了 有点叙述 有点错误的题目 他说下列何则有误 谁是错的 谁是错的 我们讲过光纤有什么好处 光纤有什么好处 谁是错的 那么他的答案给的是C 他给C的原因是 他认为光纤不需要讯号放大气 这个观念是错的 光纤他可以体积小 可以传后的讯号多 传输速度快 比较不受干扰 他可以传很远 都不需要放大气 但他不是不用放大气 是他可以传比较远 才需要放大气 参考书在这里 有些观念是错的 不对的 不对的 OK 所以我们就说C是错的 他选C错的原因是 他以为光纤不用放大气 这个想法是错的 他还是要 他只是传比较远 才需要放大气 以上就是我们做的简单小练习 请写教堂练习 подход 请写课堂练习 简单小练习